注意看,这只狗狗竟然趁着主人们睡觉的时候偷偷溜进小宝宝的卧室,这是怎么一回事?狗狗竟然没有听从主人的命令,偷偷前进小主人的卧室如此反常的行为,这背后是否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?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我们最熟悉的小动物便是狗狗了,众所周知,狗狗是我们人类最忠诚的伙伴,尤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,狗狗面对危险时,通常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关于自己主人的安全。 每当有危险发生的时候,他们会立马向主人示警,必要的时候还会勇敢地扑上去驱赶危险事物。 另外,狗狗们对待孩子也非常的友好,甚至对于小主人的关怀要超过对大人的关心,似乎这些狗狗们是知道小宝宝很脆弱,更需要他们的贴心照顾一样。 甚至在小宝宝还在他们妈妈的肚子里时,狗狗们就开始守护他们了。 下面这个故事中的狗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 在国外,一对恩爱的夫妇养了一只非常聪明可爱的狗狗,狗狗非常的忠诚,在俩夫妇的耐心照顾下,狗狗与两位主人的关系也非常融洽,夫妇俩非常的爱狗狗,对待狗狗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。 家庭中的所有活动都会涉及到狗狗,狗狗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宠物,更是家人一般的存在。 直到有一天,女主人突然怀孕了,但是不管是夫妻俩中的谁都没有意识到女主人已经怀孕的事情。 还是家里的狗狗第一个发现了这件事,狗狗在意识到女主人怀孕后,一改往日调皮捣蛋的样子。 一刻不离地守护在女主人的身边,还不时地绣纹女主人的肚子。 并且狗狗变得十分警惕,一见到陌生人靠近女主人,狗狗就会变得很紧张,头肩也会发出低吼似的警告声,威胁陌生人离自己家的女主人远一点。 包括有时发现,男主人对女主人做出一些稍具危险性的动作时,狗狗也会挡在女主人的面前保护女主人。 男主人为此也很是受伤,不知道自己何时得罪了狗狗了。 而女主人最近有点感觉到身上不是很舒服,男主人便想着带女主人去医院检查一下,让自己也能安心一点。 没想到检查的结果也是很令人惊喜,女主人竟然怀了他们爱情的结晶。 虽然女主人怀孕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,但是狗狗的何去何从却变成了一件棘手的事情。 因为在一般情况下,一旦家里的女主人怀孕,家中的毛孩子们都会被送走。 因为毛孩子们身上有公形虫的存在,而这种虫子严重时会危害到孕妇以及胎儿的健康。 但是这对夫妻俩却没有这样做,他们认为狗狗也是家里很重要的一员。 狗狗的心里也需要主人的关心和爱护,如果仅仅因为这样就把狗狗送走,那毛孩子心里得承受多大的伤害呀。 更何况自家的狗狗对妻子是百亿百顺,何谈会伤害自己的妻子呢? 公形虫这种隐患的话,自己多带狗狗去接种疫苗,注重亲密就好了,没必要把狗狗送走。 更何况他们是如此地爱着自己的小狗呢?就这样狗狗幸运地留了下来。 自从在确定女主人怀孕后,夫妻俩便更加爱护狗狗,每天都会挑出一段时间来单独陪伴狗狗,而狗狗也变得更加温顺和依赖夫妻俩,简直成了两人忠诚的小护卫,小骑士。 夫妻俩面对这样的狗狗,心里也觉得暖洋洋的,感觉自己简直是养了一个小天使一样的存在。 在女主人辛苦怀胎十月后,她成功地生下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小宝宝,家里所有的成员都为此而感到高兴,夫妻俩也是毫不犹豫的,在孩子满月后把她带回了家,让刚出生的宝宝和守护了她整整十个月的狗狗见面。 起初,夫妻俩还担心狗狗会做出过激的行为,令人没想到的是,狗狗对小宝宝非常地亲近,当男主人小心翼翼地抱着小宝宝向狗狗走近时,狗狗好像意识到了什么,在看到小宝宝时,更是开始疯狂地摇尾巴。 夫妻俩看到狗狗竟然对小宝宝如此热情,也是十分惊喜,于是男主人更加大胆起来,试探性地让小宝宝靠近狗狗。 狗狗狗看着离她越来越近的小主人,竟然开心到直接仰躺在地上,露出了她的小肚子。 要知道,狗狗只有在最信任的人面前,才会露出她的小肚子,也就是说,她已经认可了小主人,她愿意全身心地信任小主人。 夫妻俩看到眼前的一幕也是非常高兴,一边抚摸着狗狗的脑袋,一边说,好孩子,你也会继续守护她的,对吗?我们知道你会的。 而狗狗也非常兴奋地汪汪叫了两声,好像在回应夫妻俩一样,实在是太有灵性了。 他们真的很开心狗狗能够接受自己的孩子,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狗狗几乎是寸步不离地守护在小宝宝的身边,忠诚地就像一个保护着小王子的小骑士一样。 不过,狗狗似乎知道小宝宝还非常脆弱,都不会去触碰小宝宝,最多只是把头伸过去轻轻地嗅一下小宝宝。 而小宝宝似乎也很喜欢自己的小骑士,没事就喜欢用自己的小手去揪一下狗耳朵。 狗狗也不恼火,任由小主人把自己当成玩具一样弹弄,不得不说,狗狗和宝宝之间的友爱互动,实在是让人忍俊不惊讶。 但是这些也只能是白天被允许发生的事,夜晚的时候,狗狗是不被允许到小宝宝的房间里待着的。 但是夫妻俩却发现每天早上都会在孩子的房间里发现狗狗。 狗狗也每次都像做错事一样,因为女主人很生气狗狗没有听自己的话。 但男主人感觉很奇怪,于是便悄悄地在家中安装了监控,想要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 没想到在安装了监控后,第一个晚上监控内的画面就让夫妻俩惊呆了。 监控画面内,夫妻俩听到从小宝宝的房间里不断传出宝宝的啼哭声,而狗狗在听到宝宝的哭叫声后,先是找到了夫妻俩的房间,在发现进不去后,便回到了小宝宝的房间门口,熟练地打开了房门,钻了进去,还不忘把门给带上。 而让夫妻俩不敢相信的是,在狗狗进入到小宝宝的房间里后,宝宝的哭闹声也立马就平息了下来。 夫妻俩这才知道,原来狗狗是在代替他们照顾孩子呢。 夫妻俩非常感激自己家的狗狗勇敢保护宝宝的行为,也后悔自己竟然没有早些发现,还误会了狗狗。 不得不说这只狗狗实在是太有灵性了,给勇敢忠诚的狗狗点赞。 我们也要向这对夫妇学习,在决定养小狗时就应该对他们负责,万不可中途弃养,那会对他们的心灵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。